由社区妈妈们努力的跳舞下 感受他们的活力外 也替爱之响宴尾牙餐会揭开序幕 由草屯农会举办满满爱温馨送暖暖活动 邀请弱势团体享用美味大餐 在寒冷的冬季 让这些弱势族群能够齐聚一堂 享受温馨的年夜饭 今年是我们草屯正农会第二年举办弱势团体关怀 弱势团体的尾牙餐会 邀请了全我们大草屯地区 总共有十个单位左右的这个捐赠单位 邀请他们来吃尾牙的餐会 那我们今年就是特别以草屯正农会 一起到冠军米来做一个意卖的活动 那总共有十四个企业团体 永远来捐赠这个活动 那我们今天就把它意卖的所得的费用 来办今天这个尾牙餐会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相互相成 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公益活动 这次的尾牙餐会对于弱势团体们 可说是支持与鼓励 还能让参与的家庭亲子 获得实质的收获 更重要的是 让他们能够继续保持信心 勇敢面对逆境挑战 草屯正农会举办这个活动 感受社会的温暖 相信今天这个付出 也能来帮咱 弱势团体们需要 大众的关心与支持 期盼各界能够持续的协助 让弱势朋友们 都能够感受到 社会的光明面 民意新闻庄博军 草屯采访报导